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游走唇舌之上 对于重庆人来说 江湖不仅意味着酸甜苦辣的人生 也意味着千姿百味的食物来源 山水相逢 滋味流转 水中风味 一路绵延 出色的广源 想和出色相达 这是联系的 明天 immediate 红爱 14 沉 尼 回到卷塞巴斯 先砸一下这个绳子 上午十点 罗杰到达长寿湖的小龙虾养殖基地 准备掉虾 掉虾的工具并不复杂 一根竹竿 几米细腺 一块诱饵 足以使贪吃的小龙虾上钩 小龙虾生性喜腥 越是重口的东西 越是能令它们欲罢不能 离岸近 水草生长的茂密 也是小龙虾最喜欢藏身的地方 放下钓竿 此时需要做的只是等待 长寿湖 位于重庆市长寿区 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淡水湖泊 湖中大小岛屿203个 星罗旗部 形状各异的淡水湖泊 为水产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理想场所 罗杰湖北前江人 前江又被称为中国小龙虾之城 不到18岁便开始学习小龙虾传统烹饪技法 正宗科班出身的他 对小龙虾的要求极高 想要各大肉厚的小龙虾 干净的养殖环境才是关键 我们选用基本上都是深水湖边的那种虾 它里面的水质是特别好的 这种虾对半养殖 半生态的这种小龙虾 它的品质好很多 热着都挺麻烦的 底板还挺干净的 水质好 唯独一点就是这个虾太小了 六月的夏通常是肉质最肥美的时候 但这次罗杰显然有点失望 凌晨三点 路灯昏黄 阴晕的雾气中 这个城市仍在沉睡 但有一个地方 却在此时开启了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刻 为了维持每日食材的新鲜 重庆的水产市场只在夜里营业 各路做着水产生意的人 已经习惯在本应该熟睡的时间忙碌着 因为对长寿湖中小龙虾个头的不满 罗杰决定亲自挑选符合自己标准的小龙虾 小老板 您的一杯泡头 两下 看一下 看一下 一两多 一两四 应该有一两四 他选择的是湖北红湖的白塞清水虾 黄满肉肥 个体较大 正常来说这种虾 基本上每次虾都有虾膏 就虾黄 对 铺头一般来说 一个是前置的肉它是比较满满 第二个是有虾黄 第三个是虾尾肉 基本上吃虾就是三个部位 翻看虾肚 清晰的虾线足以说明 小龙虾是在纯天然且干净的地方生长 这个货今天有几件货啊 大概 这个啊 八件了 八件 八件给我装酒呗 尝尝快得味 尝尝快得味 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的味道 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不同大小的小龙虾有不同的做法 罗杰需要挑出最适合油闷的小龙虾 小龙虾 学名克氏原鳌虾 产自墨西哥北部和美国南部 在虾尾中 饱满的肉汁 占小龙虾总脂肪含量的72%以上 这使得小龙虾在烹饪后产生诱人的香气 虽听上去脂肪含量高 但100克的小龙虾肉 吃下肚后 热量仅有81千卡 约等于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 决定食物味道的除了食材本身的品质以外 辅料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在重庆最大的香料批发市场中 埋藏着小龙虾美味的秘诀 白纸 草果 桂皮 八角 这些林林总总的调味品 正静候着开启人们的味觉之旅 曾在全国小龙虾烹饪大赛中夺冠的罗杰 被赋予虾王的称号 它不仅对小龙虾的品质要求高 在调味上也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 这个好的香沙跟白扣 第一个是看颜色颜色比较好 比较自然 第二个是果实薄不饱满 红饱满的 打开的 一个只是看得很新鲜的 这个想想用料也不要讲究 主要是佐料 佐料的话要用得比较狠 虽然说在味势上面有个改变 但是真正改变不了的 一个是中药材 那中药材关乎到一个香味 第二个是一个茴味 好 谢谢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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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锅虾 两瓶酒 白酒去腥 啤酒增添麦芽糖香味 丝毫不能含糊 火候是这个香草虾最关键的因素 时间太久了时候肉就炖了 这本肉肯定就不会口弹 时间太短了不是肉味 焖锅的时间 八分钟为最佳 这样焖出来的小龙虾 色泽均匀 肉紧布柴 鲜红的外壳只为吸引最纯粹的舌头 对于我来说虾王这个称号的话 应该把虾做到极致 把菜做好 毕竟有这个头型在这里的话 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高的荣誉 只能说对于我们这种大处的说法 实际上需要这种工匠精神 正因为怀着对小龙虾美食文化的无限热爱 无论是对小龙虾品控的把握 调料配方的选择 还是上桌前每一个的关卡 罗杰从来都亲力亲为 规范化的流程 十五年的实践 罗杰的悉心对待 指引着小龙虾通向完美风味的终点 多少个喧嚣夜晚 这久而不腻的香气 让每一个游荡在街边灭食的重庆人 都能为饥饿的灵魂找到通风口 在对付小龙虾壳的过程中 也剥离自己 将疲惫的生活扔在门口 柠檬叶旺盛的生命力 模糊着水果清香与麻辣滋味的界限 辣椒花椒在滚滚红油中沉浮 吸足了油脂与风味的挖肉 弹性十足 迸发出诱人的山城味道 鲜嫩麻辣 纯实流香的滋味 可谓美味纵横三万里 牛蛙产饮十九州 岐江区 地处重庆市西南部 位于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结合处 层层叠叠的梯田在崇山峻岭间连绵起伏 在千末原野中辗转盘旋 高山之下雾气阴晕 田野之间万物苏醒 云出江市参赎 云朕 oli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制作废堂蛙离不了泡菜的复合味性 泡菜的制作不分区域 但重庆的泡菜滋味是难以复制的 重庆人因地制宜将辣椒、花椒等辛香料大量地加入 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泡浆、泡辣椒的佐料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掩盖蛙肉本身的鲜美 尽可能地去保证以最大程度 去保证蛙本来的旋软味道 然后在保证蛙本来旋软味道的同时 然后起银和重庆本地的西方数字的那种口味 柠檬叶从来不是沸腾蛙中的主角 辅佐煮菜、衬托鲜味才是它的职责所在 将处理好的牛蛙放入底料中 刚下锅时需用大火煮制 使得底料中的各色佐料与蛙肉充分融合 一分钟后改为小火焖制 蛙肉它本身就比较这个鲜冷嘛 比较冷 如果一直用大火煮完之后 第一个是把蛙肉它冲散了 这会让它整个蛙的心态不是要玩的 钱小虎当厨师已有十年 凭着对美食的热爱 以及总是创新的制作 在重庆的餐饮界早已有了一席之地 焖好的蛙肉出锅 这道菜并没有就此结束 跑油 在重庆菜中通常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锅中下油 将各种辣椒进行炸至变色后 加入柠檬内叶 再倒进牛蛙锅中 小小的店内 桌椅不过七八张 店内报纸壶的墙面 老旧的录音机 一口有黑的铁锅 在细雨的傍晚品尝着地道的重庆滋味 饱满厚水 鲜嫩无比的蛙肉入口 鲜辣瞬间溢满舌尖 一条鲜嫩紧实的牛蛙腿 足以让无数老饕们为之沦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撒下鱼网 缓缓提起 活蹦乱跳的花莲鱼便入了网 而这肥美的花莲鱼 是制作来凤鱼最地道的食材 鱼尾起刀 花莲鱼被一分为二 轻轻易鲜 雪白鱼肉暗示着口感的嫩滑 片下鱼肉 斩断鱼骨 不同的部分承载着制作来凤鱼时不同的作用 马胃 是制作鱼菜不可小觑的一步 片好的鱼肉加入盐和料酒进行腌制 反复揉搓的过程中 料酒渗入鱼肉能去腥提鲜 在等待鱼肉腌制的过程中 可以凹制鱼汤 化开猪油 倒入鱼骨 简单翻炒几下后便可加水进行煮制 以麻 辣 鲜 嫩为主要特征的来凤鱼 在烹制手法上 如辣子鸡 泰安鱼等经典的江湖菜 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 但来凤鱼 味鲜肉美的关键 却是在这一锅雪白浓稠的鱼汤之中 炒制胡辣椒辣椒 是定味形的 炒肉鱼 于是那一股无与伦比的山城之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古人云,鱼之味乃百味之味。鱼之仙乃百味之首。 一片葱绿和暗红交替之下,隐藏着鲜嫩爽口的来风鱼。 正是这辣的刁钻,香得浑厚的鱼之味。 火辣迷人,叫人上瘾。 端午时节,汇丰合唱。 亲朋好友们趁着这样的小假期,出门游山玩水,感受自然风情。 一近傍晚,旦凯和他的表哥王浩阳来到河边野餐。 野餐自然是有主菜的,而今天的主菜是黄辣丁。 要不要哦,我把鱼丁拿过来哦。 枝上鱼竿,布好地笼,只等今天的晚餐入瓮。 黄辣丁,是川鱼地区的普遍叫法。 学名称为黄嗓鱼。 与大多数底漆肉食性鱼类一样。 黄辣丁鱼喜暗怕光。 常常深浅于有障碍的溪流处或乱石堆种。 老表,你踩我找到没了哦。 太阳落山之后,微风吹拂,水中增添了氧气。 又加上天气转凉,这时候的黄辣丁便会出来觅食。 所以,傍晚时分是捕获黄辣丁的最好时间。 可以。 温暖菜。 可以吃啊。 可以看到,那边。 二两刀呀,这个。 钓的好大是吗? 二两刀,温暖的很。 可以,是你哦,就是。 是吗?可以。 可以说都是这个时候,妈妈吃,妈妈吃,来钓的钓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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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采货我都找好了,我就把钓整的发起。 你先搞起嘛。 但凯钓鱼时,王浩阳将捡来的枝鸭折成小段,方便烧柴使用。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地笼中的美味想必也已就位。 耶,老婆。 鸡条啊,鸡条。 鸡条啊。 铺上石头。 点燃柴火。 摆上铁锅。 今天的主菜新鲜又自然。 锅中放入少量的猪油化开,便可放入新鲜的黄辣丁鱼。 鸡条啊,把黄辣了就打了。 把饼墙的。 与典型的重庆江湖菜相比,这样的制作无需放入大量的佐料。 只是用最简单的方式烹饪,便是对鲜美食材最大的认可。 水烧开后,豆腐入锅闷至。 夏天里,最撩人的味觉,往往来自山野河间。 兄弟二人,一人劈柴,一人生活。 忙碌之中,透露着平凡。 经过几分钟的焖煮,黄辣丁鱼便鲜嫩口。 豆腐也饱满地吸收进了鱼肉。 暗淡的色中,映了这一丝烟。 野调的鲜美,配上嫩滑的豆腐。 一口丝滑,一口唇鲜。 感官的极致放大,如同这一般曼妙。 谭笑,黑也不再漫长。 山水之中,兄弟的作伴也令这个端午的味道显得格外的温暖,而有诗意。 重庆人团吃鱼。 民间戏说,没有一条鱼能游得过加淋浆。 黄辣丁是绝不会例外的那一种。 火烧西黄辣丁,作为新进的江湖菜,在讲究重口味的同时,也保留住食材本身的鲜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热烈凶猛,统统下锅。 大麻大辣的味性在重庆之所以流行度高,不仅是因为本地潮湿,出汗可以防止湿气进入体内。 而且,辣椒有利于掩盖食材本身的腥味,所以加大用量。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样 横扫千军 无论酣畅淋漓的小龙虾 还是清新俊逸的气锅鱼 无论是在田间捕获的野趣 又或者是在炊烟中撩人的烤串 重庆人的美食里面 自成一派 宜然自得 在江湖之中 每一刻都有人为了制造美食而战斗 每一种味道 也将成为家乡智慧